糖醋丸子 山西人吃饭离不开醋 用醋烹制的菜肴也有很多 糖醋丸子就是其中之一 酸甜适中 外焦里嫩的糖醋丸子 口感极佳 老少咸宜 将五肥五瘦的猪肉剁馅 放入姜末 盐 胡椒粉 料酒 鸡蛋 玉米淀粉 花椒水 朝一个方向快速搅拌上进 起锅烧油 虎口挤出肉丸 一挤一垮 丸子小火榨汁定型捞出 油温升高覆炸一遍 保证丸子金黄酥脆 碗内陈醋白糖一比一调好 加适量凉水搅匀 葱姜蒜爆香 倒入糖醋汁 锅开加淀粉水勾芡 加适量蒜末 用热油呛蒜呛锅 搅拌均匀 放入炸好的丸子 青豆 萝卜丁 翻拌均匀出锅 酸甜咸香 焦脆嫩滑 多元化的复合味道 叫人爱不停 吃不够 咱们今天是狗舌头 狗舌头 狗舌头 狗舌头绝对是我这个山西人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凶残的一道美食 由于成品宽敞酷似狗狗的舌头因此而得名 和好的面团揉成细条切成小剂子 压扁后放水里醒发五分钟 做这一道美食相当考验手工 将面剂轻轻一扯 就变成长长的一条 煮熟后捞出过凉水 油热 下午花肉块煎炒出油 像青红椒等配菜炒匀 倒入狗舌头面 大火翻炒 色泽诱人的狗舌头出锅了 厚薄不均的面片 口感浸到软滑 所以配菜味道十足 回味无穷 好